河南省地处天下之中,是夏昌州三代文明的核心区 因为大部分土地位于黄河中下游以南地区 所以叫做河南,东陵,安徽,山东,北街,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靠,湖北 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 金广且路以东为辽阔的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以西为山地 山地和平原大约各占一半 河南地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 黄河从西向东穿过河南北部,洛阳以上属于中游 建有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洛阳以下属于下游河端 经过长期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悬河 河窗底部也高出周围地面至少数米 开封就比黄河河底低了大约13米 两岸的黄河大堤千余年来不断加固加高 因此黄河下游干流两侧不远处就分别属于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 河南省历史上,从圆没到清初的战争 河南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55年间由朝廷强制性组织了从山西来的大规模的移民 1887年9月30,在今天的汇集花园口站石桥村发生了黄河绝口 被清史研究学者称为近代中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 1950年代初还短期存在过平原省 包括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省会新乡1952年撤销 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前往铁路枢纽郑州 截至2020年11月1号临时 河南省的常驻人口为99365519人 下辖17个地级市 21个县级市 82个县 54个市匣区 17个地级市分别是郑州 开封 洛阳 平顶山 安阳 鹤壁 新乡 浇作 浦阳 许昌 洛河 三门峡 南阳 商丘 信阳 周口 猪马店 省之辖县级市 几元 河南省拥有15个国家围级旅游景区 分别是登峰市松山少林寺景区 洛阳市龙门石窟景区 洛阳市白元山景区 洛阳市蓝川老君山机关洞旅游景区 洛阳龙潭大峡谷景区 南阳市西峡浮牛山老界岭恐龙一纸园旅游区 信阳市鸡公山景区 驻马店市茶崖山旅游景区 平顶山市摇山中原大佛景区 开封市清明上河园 永城市茫荡山旅游景区 新乡市巴里沟景区 交作云台山 神农山 博爱青天河风景名盛区 安阳市阴墟景区 安阳市洪旗游景区 太行大峡谷旅游景区 行大峡谷旅游景区 en宗景区 典景区